你 你跟大乔哥闹架了 他什么时候 又变成你的大乔哥了 我是说薛林乔 我现在不想听到他的名字 林郡 对 邻居总行了吧 对 邻居 这个好 你说他干嘛回来 还在我身边 没试人一样地转来转去 还冷嘲热讽的 他是我的谁啊 不行 我要去跟他划清界限 你 您有事 对不起 刚才是我冒犯了 我不该那么多嘴 没关系 搬过来后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拜访邻居 这是礼物 可是我没有准备礼物 你安全就是最好的礼物 田净植 虽然我住在你隔壁 但我会尽量不打扰你的生活 你就把我当成一个邻居 一个点头之交的朋友 好吗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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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 我刚才是不是很怂啊 不是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克星 遇到克星没办法的 你看孙猴子多厉害 遇到了如来佛 照样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你好 请问下我们小区有人叫薛艾田的吗 你好 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们是不方便透露 其他业主的信息的 有人把给薛艾田的水果 写错了地址 寄到我们家去了 物业有的时候 也会帮忙带收快递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 原来是这样 薛艾田的话 应该是二十二栋的业主 收快递的没有 原来就住在我家对面 我刚搬过来不久 住在二十三栋 那难怪会记错了 原来你们两个还是邻居 那太好了 那我自己给他吧 好 再见 你 你哪位 你是薛艾田吗 我住在对面二十三栋 你家买的水果地址写错了 寄到我们家去了 寄到我们家去了 不好意思啊 谢谢 不客气 你不认识我 你跟我穿了一样的衣服 我 我 对 好巧 薛小姐还有事吗 没有了 我们是邻居 以后好好相处哈 好 再见 还要不认识我 有吧 咱们就是你 等会儿 你帮我 再来 我 还可以 我 去 我 会儿 可以 好啊 给林志送签名照 这不太好吧 怎么不好 人家昨天把记错的水果快递 还回来了呢 当然要表示感谢 而且他都模仿我的着装了 还假装不认识我 现在这么懂礼貌的人可不多了 知道女明星 很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的 你把我的签名照送过去 再提点水果过去 够有诚意了吧 好 喂 有事啊 林 居 大 哥 你去干什么 我干什么 要跟你报备啊 林 居 大 哥 说不说 大超哥 这照片是田小姐要送给林居的 弄失了田小姐会揍我她 送照片 福田网店弄错田小姐家的地址 林居收到给送回来了 田小姐要我送几张签名照过去 表示感谢啊 既然搞错了地址 那她怎么知道田净植住在她的隔壁 我怎么知道 不知道就去问 问 问什么呀 跟她聊天 问她为什么搬过来 做什么 然后随便聊聊 回来告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乐可以吗 当然可以 谢谢 你家好多的书啊 让我猜猜你的职业 你是学者 不是 我之前是开书店的 后来书店倒闭了 那这房子是你租的 我父母去世后 留了几套老房子给我 后来老房子拆掉了 我就买了这里的房子 搬了过来 这地方很偏僻 你上班也不太方便吧 不会啊 反正我在家工作就好 等等 让我再猜一下 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 网络作家 写小说的 不是 打游戏的 啊 啊